YOW 大家好 我是威依 又跟大家開箱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哇 很多東西 CAMMAN LIDAR SABER iPad Delta Gear CAMMAN LIDAR 第三彈 CAMMAN LIDAR 3 今天開箱的商品 迷你細細 這個無面超人腰帶 這盒東西 現在推出了第三彈 我也是這麼晚出去看玩具才能看到 原來出了這麼迷你的色的腰帶 原來沒想過已經出了第三彈 之前的兩彈 包括有CAMMAN LIDAR GUGA 系列 以及EXAIDO 系列 兩彈 這次推出到第三彈 推出這個SABER 系列 還有海鮪 還有CAMMAN LIDAR GUGA 系列 推出到第三彈 其實每一彈推出這個迷你腰帶 這個DELTA GEAR 的時候 都是六款推出的 之前的兩彈 我都沒有推出 因為都沒有留意出了這款系列 這套系列 這次看起來挺有趣的 所以跟大家推出這彈的DELTA GEAR 看看吧 這次有否推出這彈 包括六款 包括CAMMAN LIDAR SABER 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BLAZE DELTA GEAR EXPADA 然後呢 EXPADA CAMMAN LIDAR CAMMAN LIDAR CAMMAN LIDAR 還有BALON 六款 其實大家看到這些腰帶比較細合 都很迷你 很的色 其實跟DELTA GEAR的分別相當之大 除了尺寸之外 這些腰帶是不可以發聲的 其實某程度上可以叫做 它是食玩的一種 好 既然是這樣 只是給大家看 都知道不夠後 都要開一開實物 看看 究竟還原程度去到哪裡呢 好 首先 先打開了SABER 看看 究竟SABER又是怎樣的呢 先打開 先打開 哦 那 那 SABER 那 這個 SENGEN SAW DRIBER 還有 火焰劍烈火 好厲害喔 好可愛喔 還有台座的 這個 SENGEN SAW DRIBER 台座的名字 然後還有火焰劍烈火 這件 還有SENGEN SAW DRIBER 這個殼 還有 這本的WONDER LIDAR BOOK 好可愛喔 好 先打開來看看 小小 不是你小小的 我後面是這樣的 然後把這個 插進這個洞裡 然後還原 原來是這樣的 好 還原SENGEN SAW DRIBER 看一看賞色 其實這次 挺漂亮喔 看到這種 其實看到它的賞色 還原度很高 尤其是在這些金色的位置 上去這些金色的位置 不錯喔 挺漂亮喔 不是以前BANDAI出的 屎黃色的金色 這些真的比較 是 都叫做亮身 一點點金色 有一點點 看起來有一點點亮面 那種金色 也挺漂亮的 雖然說小小 但是細緻度 很高的 都看到 那些黑有的紋 黑紋 都看到 非常之 做得很專業 很仔細 火焰劍烈火 這張都做得很好 尤其是這個 火焰劍烈火 這個張 用了一些透明的 即半透明的 膠 去做這個 這個 那個的形象 好 先拆台座 原來 原來 有 吃碗 所以有 這個 香後膠 好 再把這個 塑在台座上 完成 完成 搞定 這個 射鏡 Sword Rider 火焰劍烈火 然後 第二盒 到這個 BLAZE 我順著 NBLO 1-6 可能 也不是 我 是CO1 因為我喜歡CO1 好 讓大家看看 然後 到這個 水小劍流水 也是 這款 開開 看看水小劍流水 那個 劍托 嘩 又是做到精試 很精巧 精細 插回去 本體 這樣 挺漂亮 我覺得這個 做得比火焰劍烈刃 沒想過 做到那個 那個 模樣 好 開 台座 都是一樣 台座的字 都是寫著 Seggen Sword Rider 沒有大分別 都是寫著 Seggen Sword Rider 好 插回去 好漂亮 好 第三個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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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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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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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 金柚子,真的用回金漆的柚子 而且不是屎黃色的金柚子 嘩,好漂亮喔 好,然後呢 看一看,還有其他配件 這個 嘩,這種 這個就不錯喔 那種的透明黃做得很足 這個又是好漂亮喔 但如果說漂亮,三把Seggen Sordolibar來講 我覺得水石劍流水的形狀是最漂亮的 上色做得是最漂亮的 好,最後也是開一個托子 Seggen Sordolibar,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大的改動 哎呀,真的不行 給點力,啊,掉東西了 插好之後,就是這樣 還有三盒,加快速度 好,我先開海帽 海帽 海帽的本體就是這樣 但是這次海帽這個 要連貼紙 既然要連貼紙 我稍後再一次過連貼紙的本體 讓大家看看上色方面 那這個呢 其實 哎呀,我以為可以刷到的 不行的 但是,哎呀,OK的 這個可以合起來 打開,打開 打開,打開 咦,有些東西可以玩一下 有一件白蚊 那,把劍上色幾漂亮 橙色有些亮面多美 那,一下會再連貼紙 看看是怎樣的 然後,把龍 那,看這個盒面 應該都是要連貼紙的 應該是和剛剛 得到海帽一樣的 對了,又有貼紙黏了 又要黏貼紙了 OMBALON方面 那種黃色,都是金屬黃色 其實是金屬的色 金屬的金屬色上得很漂亮 壞東西,真是你BANDAI,我是騙神 食玩上的金屬色上得很漂亮 但是去到DX或其他版本的玩具的時候 金屬色的金屬色就變成屬黃色 包括SHFFIGURE 最後是C01 C01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 喂,好難拍出來 稍後再拍 但又是有貼紙黏 主要是黏PRO-RISE KEY 看一看這個本體 這個本體呢 這個要這樣拆 哇,不是真的 掉了出來 掉了出來 讓大家看看 原來呢 這個是可以動的 但是是不是我騙錯位還是怎樣 還是這樣的 如果沒有看錯就應該是 其實這個本體是掉了出來的位置 然後呢 可以做到變身過下的情況 喂 哇,挺有趣的 還有呢,這種的黃色 都是用螢光黃的那種物料 對呀 那麼 好漂亮呀 這個C01這個腰帶 好仔細呀 做到 好仔細呀 雖然小小過 但是之後做到好仔細的 那麼 讓大家看看吧 因為我需要時間 連貼紙 所以最後一次過 給大家看看 六件的 成品是怎樣 好仔細呀 好仔細呀 說時遲 那時快 終於 都黏了貼紙了 都不是花太多時間 因為 它的貼紙都比較 都不是特別多 只有幾張 都比較大張 都容易貼的 好,完成了成品 終於 讓大家看看吧 連貼紙之後 巴龍 還有街毛 這些 比較 還原度是高的 還有 哇,好漂亮呀 C01這個也不錯 即是Poraeski 貼完之後 哇,這樣 好漂亮呀 Poraeski 插進去 都可以做回變身的原本姿態動作 好,今集就跟大家玩到這裡 我都希望之後可以找回 Delta Gear 第一和第二彈 那兩彈的腰帶 迷你腰帶 可能給大家看看 如果找到的話 我都希望 可以在市面上找回 之前那兩彈 應該多數都找不回 吃半豆頭兩彈 如果真的要找 可能真的要去日本找 但現在 這樣的時勢 唉 想出國也做不到 真的 有一點心疼 怎麼辦呢 好啦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出去 還有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記得追蹤我的IG Instagram 大家記住 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 o